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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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说做一个普通国家也不简单 他也要付出代价 并不是说这个大国就是无条件的来帮你的 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要交供妇 你得给他送东西 物质的供供 例如说送粮食或者送牲畜或者钱 那么当时这些霸主国家 例如像晋国 他一直当霸主 在中央当霸主 所以他有时候 我们说这些国家强国的执政 往往从他那个心态来讲 他是很贪婪的 他总希望从这个小国 他这个普通国家那儿 捞到东西越多越好 钱越多越好 所以他有时候 这样一做的时候 使得你小国苦不堪言 他负担很重 一年都向这个霸主国家 教好多的东西 所以像这个震国 这个资产 我们说他就很了不起 他就敢跟 例如说跟靖国 跟靖国的执政 就是讨家还家 他说你们这个靖国定的这个标准太高了 让我们都受不了 承担不了 当然后来有时这个 当然他这个是距离力争嘛 当然这个有时靖国也没办法 也做些让步 可以把这个租税 这个不是共互 减轻一点 所以这方面我们看着 这个作为这个 一个小国的一个执政 像资产那样 他敢于跟大国去 讨家还家 这个在当时是很了不起 那么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 历史上还有就是待遇问题了 这个资产就说 说这个 我们跟你们这个靖国 是吧 霸主国家 我们来进贡东西 对不对 我们带了 我们派了好多辆车 是吧 车上装满的东西 来到这个 你们这个靖国这个首都 来交纳这些共互 但是呢 你们这个靖国 作为这个是吧 霸主国家 对待我们这些 来这个交功夫 这些人员 这个态度很坏 甚至让他住的房子 是吧 住的这个宾馆 用些人往旅馆 或者宾馆 甚至破房子 那靖国这个 这个也是因为 他这个 大国的心态 他觉得你们这些小国 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只配 在我们这个靖国都城里面 住那些 那些破坏房子 那个资产就是说 说这不行啊 他说 我们不光是住人 我们家要放东西 对不对 我们拉了很多粮食 是吧 这个 或者这个 这个丝绸 他说你们那个房子很破 结果一下雨漏了 把这个东西又给粮食 什么这个 丝绸这些东西 就这个水泡坏了 是吧 那我们 我们吃不消啊 对吧 我们小国 所以后来这个靖国 也不好意思 就稍微改善改善吧 改善改善 条件 我们说在这个 一个小国家 能够这个 他非常勇敢地站出来 跟这个强国 跟强国的执政 是吧 这个 来说服他们 用这个道理来说服他们 而且也确实争取到 这些小国应有的一些权益 是吧 我们说这也 这也是 作为一个政治家 我们说也是很了不起的 一种 一种 聘格 是吧 那么 这个是外交办法 对内政方面呢 我们说这个 这个资产 我们说他这个 对内政方面 这个 他也很有 这个 很有一套办法 例如说他一方面 就是说 他认识到什么 这个在这个郑国 像郑国这样的国家 这个这样大的贵族 是吧 他在这个 这个郑国 我们说他这个地位很重要 所以这些人 是吧 我们还不能这个 轻易去去得罪他们 或者说 就是损害他们的利益吧 所以这个 一定要跟 这本的大贵族 是吧 这个要 要搞好一点关系 照顾他 他们一点 因为这样了以后 是吧 你这个工作 才能比较好做 你如果你跟 这个大贵族 是吧 他们就是有权有势 你已经跟他们 这个 不能很好的合作 或者是得罪他们 你这个 你这个 施政的时候 你就不太容易了 是吧 所以这方面 他也很有手腕 当然光用硬的办法 不能 总得要 软硬兼施吧 是吧 所以他会处理好 这个 大贵族的关系 所以这样我们说 他这个 政局比较就稳定了 你否则你要上头 要一闹矛盾 你的政局就不稳了 对 他这个 还有他对这个 下面 我们说这个 左站上也很称赞的 他说他这个 治理这个政国 是吧 使得就是这个 是吧 所谓都比有章 上下有福 田有风雪 如今有武 那主要的意思就是 他对这个 因为这个 中国古代 是吧 都是农业了 以农业为主要 生产嘛 是吧 所以他这个 把这个农田 准备安排好 是吧 使这个 大家怎么样 合理地去占有 这些农田 是吧 他做了不少工作 是吧 所以这样 就下面 应该说这个 对于农民来说 这个是吧 这个是 对农民来说 比较有利的事情 是吧 因为你把这个 农田 什么 怎么样分配 怎么样 弄得比较 紧紧有序 是吧 可能这个 对农业生产 当我们说是 很有利 是吧 而且呢 他对于这个 各种这个制度 规定的也很严格 我们是一个治理国家 没有制度 不行 特别是没有好的制度 那更不行 所以他这个 我们说他这个 在制度方面 很下功 另外呢 他对这个 就是这个 呃 施政方面 是吧 他很 重视什么 所以叫做赏善 罚恶 就是赏 赏罚 公平 这个我们说 这很重要 这个中国古代 这个这个政治家 都懂这个道理 你治理一个国家 你这个赏罚 如果不 不公正的话 那你这个 你会有这个 就有很多麻烦 就会上来 来找到你 这个一定要很注意 赏罚 赏罚公平 他这个 这个资产 这个还有 就是他这个 内政方面 他有很多 这个高招 他例如说 他这个 主战上讲 是吧 他刚施政一年 哎呀 这个老百姓 老百姓对他 反应怎么样 老百姓对他 恨得不得了 这就老百姓 这个 在下面 就甚至这么说 说 如果说 谁要去 把这个资产杀掉 是吧 我们一定 我们去去去去帮忙去 我们说这个 这个那就说 不是一般的 就是这个老百姓 恨你这个执政 就恨到这种程度了 那这个里面 我们看出一个 什么问题 就是说 他有时候 他刚施政的时候 他要考虑到什么 有时候 他为了他总体 总体这个 是吧 他的政治 这个一个 一个 一个布局 是吧 有时候你开始 是什么 要损害一点 老百姓的利益 这个有时候 我们说 这个执政 行政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可避免 要损害一点 但他最后 什么 他就损害 老百姓一点 这个眼前利益的目的 什么 是要考虑到 老百姓 长远的利益 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 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 有政治手腕 所以他后来 这个执政的 过了三年时候 老百姓 对资产的这个评价 跟原来这个 完全不一样 过了三年以后 老百姓是 去赞颂这个资产 赞颂他 说他做得好 郑国的 就能做得好 甚至说什么 说 现在老百姓 有心理担忧了 说这个资产 我们说 他这个人 总要死着 说资产要死了 有怎么办呢 谁来接替他呢 就证明说 他这个 他的这个一套 施政是非常得人心的 在中国 我们说这个 在中国历史上 也是过多 我们说这个春秋晚清 我们说这个历史变化 比较大 各种这个制度 开始这个变革 所以这个 我们说资产也是这样 也不例外 他也推出了 很多这个重大的改革 例如说 这个据说 他这个做这个秋复 还有就做行书 秋复是什么呢 就改革这个军妇制度 这个具体的情况 我们不太了解 因为我们知道 古代打仗的时候 是这样的 一要打仗的时候 怎么办 这个军费 我们说打仗 这个军费 这个时候 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种开支 所以 就是说 他这个做秋复 就是他大概改进了一下 这个军妇制度 就是打仗 怎么样 向老百姓去 这个征收这个东西 军用物资 他一定是做了某些改革 还有就是做行书 做行书 我们说 在大书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行书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刑法的条纹 据说是 把它注在那个顶上 做一个大顶 顶上就把那个条纹一条条 公布出来 因为这个是这样 我们说这个意义 为什么重大 因为在这个 在挣资产以前 在春秋早期的时候 各国当然都有这个刑法的 刑法的条纹 但他一般都不公布 所以老板人一般不知道 就是这个上次掌权人知道 他心中有数 老板人不知道 用现在玩的 他没有透明度 那么到了春秋 晚期什么呢 这个因为这个社会 这个矛盾也更加增加 所以这个法律 这个刑法越来越重要 但这个你这个 用刑法的时候什么 必须要什么 这个让这个老板人也知道 就是这个法律也有特明度 你这个你不能让这个老板人 成了法盲都不知道 那不好 你这个治理这个国家 就很不利了 你应该让老板人都知道 就这样就是说 他可以避免很多 这个老板人犯罪了 对吧 你都知道 知道 你不知道的话 老板人不知道 就容易犯罪 这样就是 我们说他这个做的 也是很高明 那么 职场在这个政治理念方面 我们说 他这个 有些很 很这个 值得这个 称赞的地方 例如说 他这个政治理念 他有一条什么 叫做 世民如子 就是把老板人看着 跟自己儿子一样的 就重要 不是这个很重要 一个执政者是吧 你把老板人 如果当做这个什么 当做一个一个 普通人家 你不太重视 这个不太好 最坏的就是什么 你把老板人 当做这个敌人 就是我们的中国古人 经常这个 说这个事情 你要把老板人 看成是你的敌人 那你 你也被这个 是吧 相反里面 就是你也被这个 老板人看成敌人 那你 你这个 你这个 你也长不了了 对吧 所以这个像资产这样 高明 他把那个 很这个 就懂得什么 如何就爱护这个 老板人的利益 我们说这个是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 他就说吧 他说这个有德者 是吧 能以宽服民 说这个有本事人 有这个很高这个德性的人 是吧 他可以用这个宽的办法 来这个 来这个让这个老板人 服从 你用很严的 很厉害的 这不行 对不对 你要用这个比较宽的 比较宽松的一些政策 老板人就 就 会来 来服你 来服从你 对不对 对对 对 这个是很重要 他说这个 他是不是 他有一个理论 就是这个 对老板人 有时候是可以用宽的办法 有时候可以用 用猛 现在说的 勇猛的猛 猛烈的猛 还有这种手段 什么猛的办法 他说这个是两种 不同的这个 这个手段 但是 这个 两者都是 不能缺少 你光用宽 你不用这个厉害的 那也不行 光用厉害 你不用宽 这个老板人受不了 对 所以他就是提出一种 就 说这个 这个左战上 说的 叫宽猛相继 就对老板人 有时候 你要对他的宽的 有时候 也要对他厉害一点 你不厉害 有时候 这个也 容易乱套 你不管 底下就 也要出事了 还有呢 就是说 还有点 我们说 这个资产 这个政治理念方面 我们说 非常值得 深述一点 他就对待 因为他 我前面讲了 他对待老百姓 很注意 对老百姓 这个利益 照顾到老百姓利益 这个我们的执政者 就是首要的 你如果你不懂这个 那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 你执政 就根本就 就 恐怕一天都待不住 你在你那个位置 对吧 所以他就说 这个 例如说 这个 左战上 就讲 讲了说 这个 郑国人 就是郑国人 首都里面的 一老百姓 他由于乡教 说这个 在这个 郑国的首都什么 首都这个 都城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建筑吧 这个是 叫做教 就是学校的校 就是乡 乡教了 乡教 说郑国 这个老百姓 没事什么 就在这个乡教 好像是现在一个 我们现在这个 广场一样 说很多老百姓 就在这个广场 我们在的 干什么呢 他们在评论 这个 他这个政府 每天不断 也有老百姓 当你政府做得好了 他赞扬你 政府做得不好 他反对 他批评你 对不对 但是当时 这个郑国的执政 就 对这个很头疼 有点 说这个 这个老百姓 竟然 没事就 就在议论我们 这个 这个保 应该把他禁掉 不许他 不许他说 诶 证资产 这个资产 反对 资产说 这个老百姓 让他这个发表 这个对政治的这个批评 这是对我们政府来说 这是好事情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做得不好 他批评我们 我们就改正嘛 对不对 如果做得好 老百姓都站在 那我们可以就继续执行下去 因为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要再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 在这个古代 就是说从这个商朝 或者到西州 或者到春秋 我们说中国人 这个古代的 这个世主制的民族 意识 或者民族的这种习俗 我们说中国人 一直保护 这个就从这个世主社会 一种这个遗产 应该说 所以到春秋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 这个老百姓 都可以这个随便 这个乒证 叫乒证 他可以发表 对政治可以 他表态 经常可以表态 那么这是一种 应该说是 古代一种民族制的一种成语 那么所以这个 在如何在对待这个问题上 我们说就有分歧了 当时有些执政者觉得 因为这个民族制的 这个残余已经时间很长了 这个时候应该 就是要开始出现 这个专制的因素 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去反对 人说应该把它 把这种古老的 把它去掉算了 那么职产 我们说它站在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来看 就觉得虽然我们说 这个是古代流传下来 一种这个残余 民族残余 但是我们说 你不要很快地就把它取消 我们还应该保留它 这个对这个 对资争者有好处 他底下还说了 说这个防民之口 如防川嘛 那万一那个嘴巴 你不要去 就不让他说嘛 你让他说嘛 开放嘛 这个就跟河流那个一样的 你河流里那个水 你就让它流 这个最好 你修这个蹄巴 要把它堵上 这个很不好 水来了之后 水大 你堵了这结果 什么水能够 总有一天 会把你这个蹄巴冲垮 那就更不得了 那就水灾了嘛 所以经常要让它这个 让它这个让它流嘛 让它流出去 这个好 如果大家要ap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